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这个白色的这条压力这里的话势必要进行回调是吧 现在还在一个损失当中也就是反弹之后 仰就是只需要向下跌 那么上个视频也是说过美联储说表 那么也会将来带给数字货币沉重的一击 那么也会带崩整个市场 那么现在他来到这样的位置的话 有没有一些短线操作的一些机会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他仍旧是在这样的一个下降通道当中 仍旧是这条白色的一次的阻力的话 仍旧是没有被打破 依旧是在这个下降通道当中 如果跌错下方的这条28000这个水平 那么接下来他有更大的一个动作 即将又有更深的一个回调了 是吧 虽然日线级别在这个29500美金 但是他在这个位置的话 在零周下方出现一个金差 但是零周下方的金差并不是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只有在零周上方的金差 他才有真正的一个价值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随时都是有机会 能够下跌一个一两千点的一个水平 我们可以看出来4小时级别的话 它是承受了一定的一个阻力 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话 4小时级别的话符合我们的5码推车战法是吧 它跌破了之前的这条30700美金的位置 跌破这个位置之后就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回调 是吧 这个位置跌破了以后就进行了一波比较深度的一个回踩 回踩 那确实是在这个回踩的力度当中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行情 这个位置受到阻力之后 那么形成了一个下降的通道 是吧 那么目前的话它下方的更强劲的阻力支撑的话 是在这个比较低的水平的 在一个28000这个水平是吧 说短期来看的话 我们要去关注这个28000这个水平是吧 上方的阻力是在这个3万美金 已经来到3万美金附近了 这个3万美金的话大概率是 再去测试一下 但是的话总体来看的话 它这个位置准备要去穿这个临头 在这个下方 四小级别在这个位置 形成一个死差 顶球上方死差之后穿临角 那么这一波的话 还是绿色的比较深度的一个危险 它有机会去触碰这个28000这个水平的 如果去触碰28000的水平的话 那么接下来可能的空头行体的情绪 会更加加重 那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有反弹到一个3万美金 继续去做空就行了是吧 目前的话还是以一个空头为主 这个比特币 那么前几期的视频我都说过了 一切的反弹都是一个假的一个反弹是吧 那目前的话 无论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大中的话 无论怎么涨 它都是一个骗炮 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有很多的一个大户在不断地出货 一天是有 每天我看到一个地址账户 每天都是出了5000万美金 5000万美金左右水平 每天就出一笔 5000万美金的一个比特币 每天出是吧 所以现在面临的一个大户进行抛压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只能逢高进行做空是吧 来到白线主力这里的话继续做空是吧 目前的话 我们要看到28000这个水平 如果跌破28000这个水平 那么我们要向更深的一个位置进行看是吧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一个情况 一些关键的一个阻力 那么以太坊的话 也是在这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当中是吧 一直是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当中 适合级别的话 这个位置的话白色阻力 我们说过了 这个位置是受到阻力一定要去向下跌的 确实是它直接是跌破了这个1800这个美金的水平 那么也是沿着我们的思路进行向下跌 如果跌破下方 我画这条线是吧 上个视频画出来的 那么跌破这个线的话 预设有更深的一个回调 可能会回调到1450美金左右水平 这是我们的木标价格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1700美金的位置是否能是 应该支撑 支撑住的话 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反抽一笔 但是的话不要祈求的反弹力度更大是吧 我们要去往下看看更多是吧 从这个日线来看的话 它下方的一个阻力是来到了这个1450美金左右水平 上个视频我也是说过了是吧 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来看的话 还是以一个空头为主 逢高运做空 那么如果你想跟上我们持盘进行一个空头一个选择的话 空头也是可以去赚钱的是吧 不一定去买现货是吧 买现货现在的位置的话 你还是买的高位 不一定能够赚钱 但是的话长远看的话还是能够赚钱的 看你能拿多久 但是的话 如果你想短期获利的话 还是以做合约为主是吧 那么现在的一个行情非常好操作 主要是长线去做一些空头就可以 那么如果你不会操作的话 可以去点击下方评论区下方去交能源的一个VIP 死盘单位群 那么接下来我会教你怎么去逢高进行做空 拿取这一波的利用的 那目前的话我们研究是在做空当中的 那么这个相信大家也是看这个以太坊 大家想去做空这个以太坊 不会去做是吧 很多朋友都想着去操作一笔 但是的话不会操作很遗憾是吧 这是大家就去思考一个问题 反正现在的一个思路的话 你看这个研究是在我们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斜行当中 一个下降的一个斜三角的一个情况 是吧 低货三弯的位置继续做空 好 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先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还没去操作的话 赶紧去跟上我能源的操作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